我也很好奇 就是气候变迁金融企业之间 要怎么样子把这个关系拉起来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其实像在国际上 或是在台湾在讲 任何一个跟气候变迁相关的意义 它都会牵扯到资金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主要在关注的点 就是希望让大家去注视 那个关注到说 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 那如果它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来源的话 或者它应该来这边的来源 它跑到别的地方的话 这些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 那在这个框架之下 我们的思考点就是说 那既然有这些钱 这样有这些资金 我们是要去看它 到底是跑到增加碳的地方 还是减少碳的地方 尤其在讲气候变迁 讲气候变迁对我们就是减碳 我们希望去把钱 花在减碳的事情上面 去避免花到增加碳的地方 那从这个思维来看 我觉得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 应该就比较好理解 或者是更白话的讲 我们常在说 就是用减肥来想这事情 因为减肥就是要减少热量 那你要减少热量的时候 你不管今天要花钱 都要去想说 我到底要吃优格 还是吃麦当劳 我要去上健身课 还是花钱去吃buffet 这个都会有差别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事主让大家去思考 我们今天都在 要有经济模式嘛 除非大家想回到 这个山顶洞人的这个年代 如果要有现金的经济模式 在运作的话 工业革命之后 这样的运作模式 势必要花钱 势必要用一些 产品制造 或某一种的运作模式 让这个系统可以继续跑下去 那我们能做 或者想要去做的事情 就确保这些资金的流向 是跑到对于 刚才一直在讲的 减碳低碳的运作模式之下 那这个就会符合 我们现在想要达到目标 去对应气候变形 让生活可以控制在 1.2.1这样的目标之下 我好奇就是 譬如说跟事部门之间的关系 比较像是游说监督 还是会实际会想要 影响他们的运作 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把它塑造 比较像是一个讨论的一个流程 我们有一些 所接触到的讯息跟想法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都很愿意 跟各个金融单位去做讨论 去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在国际上 已经有行之有点的 一个运作模式 那另外一个在思考这个点 我觉得其实在 常常在跟我们的金融单位 朋友在说的时候 就是说 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它其实是一个 未来的市场的一个建立 那消费者只会对 环境这一题 对环保这一题 越来越有意识 那除了你在说 你有在投资再生能源之外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减肥这个例子也好了 就你一直在说 你有去运动 你有去跑超长十圈 可是你有跟人家讲说 你后面还是喝两杯珍珠奶茶吗 可能没有 那现在的很多金融单位 或许都会让大家觉得说 有在做一些再生能源通知 非常棒 非常的好 那我们想要说的是说 是不是也可以探想说 那如果有些 比较属于高碳的一些 金融行为 是不是也可以去避免它 让大家知道说 你有在跑步之外 你有在解释 去做这样的连结 是使用我们去把它带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行动 跟这样一个行为 是我们就会让 金融单位觉得说 如果做到这样子 会有消费者对这件事情是赞许的 大家会觉得这是 应该做的 或是做到是一个好事 因而来采用你的产品